欢迎来到本期历史开讲了 我是老史 本期节目老史就带大家说说 为什么古代战争中没有大规模的使用毒箭 这一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在如今的社会当中 生物化学武器可谓是世界公敌 因为它能令大量的人中毒或者感染 从而造成极大的伤亡 所以这一类武器 被称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直是世界各国严厉禁止的 但是在古代 那个战争无所不用其极的年代 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使用 毒箭等杀伤性较大的武器呢 在四百多年前 封臣秀吉派出大军入侵朝鲜 万历皇帝派军迎战 双方在平壤城展开了一场恶战 小西行长的日军守城死战 明军受到了很大阻力 久功不下的明军就想到了 生化武器 李如松运来了很多毒箭 点燃后射向日军阵地 于是小西行长就成为了此役 唯一一个常道生化武器的日本将领 微信搜索并关注迷彩虎 回复女天皇 了解第一次中日战争中 唐军吊打安倍详情 征韩伟略记载 明军口喊解毒药 用毒火箭攻击长达半天之久 一时间浓烟必天 天地难分 不久之后大量日军便口吐白沫 阵脚大乱 小西行长也捂住口鼻撤出了战场 然而正是毒箭的威力 使得攻城部队也迟迟无法上前登城 最后残留的日军又修整过来 还是靠着弃家军的登城奋战 才夺下了城池 由此可见 古代打仗多为近距离战斗 如果使用了 势必就会对近距离的几方军队 行动造成阻碍 若是没用好 反而给了敌人休整的可乘之机 所以古代军队并没有大力使用这种武器 而且古代化学武器的致命性远没有这么强 毒箭下的日军也只是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 远没有致命的伤害 战斗力尤存 就拿最早记载的乌头来说 古代的荧物民族喜欢将一种叫乌头的植物根部 提取出的枝叶涂抹在剑柱上 这种毒是一种慢性毒 当年关羽刮骨疗毒就是中了此毒 关羽中了毒箭之后 话头说毒已深入骨髓 然而箭毒深入骨髓后的关羽 没有短时间毕命 还能与人谈笑风生 可见这种毒在战场上的实用价值并不高 作用也十分有限 关键是古代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 想杀人用毒药似乎有点多余 在古代受点伤也许就会感染或者破伤风毕命 成吉思汗的部队半年都不洗澡 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 很小的伤口都是可以致命的 所以与其用毒 还不如多造点箭头来的实在 英国长弓手摆好阵之后 就喜欢把箭插在地上 蒙古军队的箭头更是插在马粪牛粪当中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箭头的细菌 好让重箭的人被感染的几率更大 更致命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